19年前发生震惊大陆中南海的刘连坤台碟案 他是第一位为台湾担任间谍 遭到处死的解放军少将 这个被台湾以代号绍康成立的专案 受到牵连的还有三个女人 而其中一位被军情局运用的女情报员姚家珍 在大陆关押19年之后 6月底终于从北京女子监狱刑满获释 家属已经前往接人 回到台湾之后 由军情局接一小组接机返家 而另一个女人 则是被我国吸收的解放军大校 邵正宗的情部沈立昌 当年第一时间 她逃往了西班牙投靠儿子 经济拮据 还有一个则是被军情局吸收的台商 张志鹏的女友孙佩霞 如今在台湾摆摊卖葱油饼 这三名一位邵康专案签连的女子 晚景清凉 而我们找到了孙佩霞 在采访的过程中 正巧来了一通神秘电话 对方是谁 说了些什么 带您独家深入追踪 当年震撼两岸的 邵康间谍案的罪性打战 爸爸问呢 爸爸在问你说想不想妈妈 昨天晚上还说妈妈 妈妈在哪里 我拿一个 有其他买来 她说是妈咪买的 她说妈咪在哪里 就在睡觉的时候 就自己流眼泪 和姚家珍结婚十几年的廖继人指出 姚家珍公司的事物她并不清楚 她也不是喜欢政治的人 怎么会牵扯上情报泄密 18年前 姚家珍说要到大陆开会 却从此一去不回 还摇身一变被说是台湾间谍 姚家珍的丈夫廖继人 四处奔走求救 当年台海爆出绍康专案情报网 两名台湾吸收的大陆军官 遭到中共高层拘捕处死 连带多名台商遭指控涉及间谍行为 姚家珍 杨明忠被抓 一关将近20年 还没等到真相 也还没见到太太重获自由 廖继人早已不过世 而这消息只有经历过当年 绍康案的关心人还关心着 因为我得知姚家珍的先生往生 我特地转告他 请他保救姚家珍能够早日回来 塔里公共的是姚家珍之前的老板 台商张志鹏 2016年张志鹏过世 身边涉及绍康案的三名女性 姚家珍还关在大陆 沈小丽躲在西班牙 还有一个就是她的太太孙佩霞 那时候去市场 那个是姚家珍 哪一个是姚家珍 这个 这个 这就是沈丽昌 那当时您明有去几区吗 有啊 照片是多年前张志鹏到桂林考察 投资案实拍的 如今三名隐中人命运皆坎坷 孙佩霞讲起当年往事 尽管适合快20年 但那种被国家背叛的不甘 却是很难消弭 年间企业并不是拿政府的钱 去大陆做生意 我就是火生生的例子嘛 如果我不认识他们 就不会有少康专案 李登辉也不可能会讲 鸭巴蛋 大陆打来的飞弹不会炸 就没有这些事情 你政治人物话可以随便讲 但是你要考虑到后果 在蛇口的住船上面 就碰到了邵局长 因为那时候他一个人 就在那边闲聊 他知道我是台湾来大陆做生意的 他就说那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解放军的生意 你们也可以做 就这样闲聊聊起来了 孙佩霞开朗爱交朋友 对比张志鹏则是沉稳内恋 邵正宗在经过介绍 认识了张志鹏之后 张志鹏看中邵正宗军械管理局 局长身份开始跟他接触 好长一段时间 孙佩霞完全不知道 整边人跟军情局有关系 等到后面演变发生的事情 慢慢串联 我就想起来搞不好是 我先生以前的身份 就跟这个请示单位有点刮着 要不然怎么会 又在吸收他们 但是他们怎么吸收 我是都不知道 人家不讲吗 反走过必留下分析吗 当先往生以后 我慢慢整理一些东西 我就发现 还真有这么回事 张志鹏在香港设立贸易公司 当时的秘书就是姚家珍 张志鹏进出大陆除了做生意 有时候还要帮忙情报局带讯息 秘书也扮演重要角色 而且张先生每次 他出个国到北京去 不是他一个人去 最少我们公司有三个小姐跟着去 我说你去谈一谈北京的场 干嘛要这么多人跟着去 结果他们回来还不是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回来 张先生绝对是从北京飞香港 或者飞台湾 可是公司的小姐提早离开 有的是飞广州 就是地点分开 张先生这个很急 张志鹏另一个生意伙伴 是南京女子沈小丽 在珠海做生意 只是她其中一个身份 她同时也是邵政宗的情妇 那沈小姐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去澳门 去到珠海 大家有时候聊聊些 等于就跟姐妹一样 跟邵局长这边 有些什么带话那些 有时候不方便电话讲的 可能张先生会飞到 不是飞 就是到珠海去跟小丽讲 或者是叫姚家珍跟小丽讲 姚家珍往北京 她的飞 那个沈小姐 沈小姐 沈小姐会送我们公司出的 放开账本 那些会计的资料都还留存 当年两岸四地来回跑 孙佩霞虽然没有成为情报员 却也练就了 在中国官场商场的 一套生存方式 就是打通关系 经常送的是什么的吧 然后律师手表 关系好的就是纯黄金的 或是白金的 一般交情的就是黄白的 最少10万起跳 这是我们以前 为了要跟大陆做生意 我们的交际费应酬 跟我们那时候 在大陆做生意 我一出手的见面礼 出手里我不能够太闹 甚至我今天我跟你握个手 我里面的钱就过去了 1999年邵康案失事前 张志鹏似乎听到风声 逐渐退出大陆经营 不过已经改做邮票生意的 姚佳蓁却持续深入大陆市场 我说姚佳蓁 为什么要来跟我要经营权 讲得很好听 是因为他们继续要在大陆发展 那明天 印明天的话 多一个有投资的项目是更好 做生意来讲更好 我也认为是罪的 所以我才同意经营权让 那这样的话等于就是 姚佳蓁接张仙的位置了嘛 那姚佳蓁一个女孩子 哪有像张仙这种老狐狸的 这是我题外讲 因为她老情志人员 绝对知道里面的妹感嘛 随着刘连坤邵正宗接连失事 沈小丽逃亡出境 姚佳蓁被抓 而人在台湾的孙佩霞 在姚佳蓁警告下 跟张志鹏带着相关机密文件 直奔女儿在美国的住处 他就讲说你跟张仙讲 一定要回来赶快离开 所以张仙就很倉促的 从香港回来 到了美国之后 就跟他女儿到出去带 保转箱去把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 因为我女儿是住 前后都有花园 就在后花园挖个坑 叫那个女婿挖个坑 就把那些所有的 我只有看到有胶卷 还有一些文件我就不去看了 结果他就在那边把他都全部烧架 烧架然后土盖起来 买起来 我也警察无法免得过 你能到的地下 他能让我捡回来 我哭泣最后的任务就是说 他不捡了不能回来 能够跟检查一面 真的是拜托 拜托能够让他尽早回来 姚佳蓁遭判死刑 经过两次减刑 改判20年徒刑 跟扬名中成为在大陆关押 最久的台湾人 沈小丽在西班牙一度断吹 差一点到中共大使馆投案 孙佩霞低调在市场卖葱油饼 自食其力讨生活 暗地里他时常关心 这两名姐妹的近况 在采访的过程中 一通电话来自西班牙 喂 小丽啊 我怎么打电话你不在家 对啊 你害我紧张了一下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你知道吗 就是怕会 怕会影响 担心牵连其他亲友 沈小丽坚持不愿曝光 继续过着流亡生活 姚佳蓁关在大陆 人权两个字离他太遥远 没有问啊 哪有会好都不好 听说雅佳蓁以前一头黑髮的 你可以看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白髮 廖先生就有来拜托张先生 因为我也在 就跟我们讲说 发挥很大 如果他这个房间关十个人 我买卫生纸就要买十包 要不然我老婆用不到的 所以我才知道有这个情愿 每个月安家费 安家费有 一定有 国家对他们都照顾得很好 我可以这样讲都很照顾 可是再怎么照顾人 还没有出来之前都不行 人没有回来 然后觉得这个照顾的是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 怀疑这件事 总统蔡英文日前到军情局 向为情报工作牺牲的同仁致意 但对这些不具有官方背景的 民间力量来说 凭着爱国心 涉嫌为国家牵线 失事后的抚恤却与法无据 人才两失 三名女性曾经为中华民国 国家安全努力 但辛酸又有谁认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